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见我这个装束觉得我可能哈 就是因为今天的什么消息让我有一点幸灾乐祸 是不是什么南版的沙奶奶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我应该不那么低俗 我今天听了美国牧师的那一番解释 关于这个郭先生给他钱的那个说明 我心里是替他难过 替他不直觉的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哎呀我第一个时间呢 我其实是有一点感慨 因为大家也知道 那个不是那香港会的一万块钱吗 那香港会的一万块钱吗 其实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凭据一公布的时候 我记得阿贵就说那个都是盗国贼搞的假的 我当时也想这倒有可能了 是吧 因为如果说账本什么的都被盗国贼拿去之后 弄个假的也有可能了 但是今天哎呀我们的美国牧师啊 就把真相说出来了 等于是啪的一起大耳瓜子扇在阿贵老弟的尸脸上了 是吧 他说了那一万块钱有 确实是美国会过来的 那是真的 哎呀我相信美国牧师讲的话应该是真的了 因为阿贵那信誉要差很多了 那么我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呢 我真的没有幸灾乐祸啊 因为我早就说了 一旦文贵跟四大将军如果要是切割的话 之后就是会爆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来往 录音啊账单啊什么都会弄出来 这个预料之中不是我聪明 而是根据阿贵个人的这个性格的脉络得出的结论 那么我第二个呢 我的感觉是觉得 阿贵确实是铁公鸡啊 哎呦 这个公鸡啊 还是把那个毛啊 是一根一根焊在公鸡上的 怎么拉都拉不出来 都要起重机要拉掉 那才能够把毛给拔下来啊 所以呢 这个 所以这个阿贵呢 也不厚道 就这一点钱还拿出来说事 啊 那你这个千亿万的这个大富豪 你这些事情嘛 如果即使啊 即使翻了脸了 那也得私下沟通一下嘛 用得着这哗啦哗啦 什么律师姓啊 什么去 满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吧 掉的都是妇人的嫁呀 不值当啊 是吧 这个呢 只是我的第二点感慨了啊 那么第三点呢 我觉得这个牧师啊 哎呀 忙了一年了 这才拿到250乘上 4乘25 也就是100个250 100个250就是25000嘛 才拿到这一点钱呢 哎呀嘛 何苦啊 比黑工还不如啊 平均每月算一算都不到2000块钱 在美国多多少少这个低保护也就这档次 对不对 你可是完命的干的呀 干到快虚脱了 都轻伤不下火线呢 哎呀 说来说去啊 当然是美国牧师嘛 这个应该说拿钱干活 干过头 以为雇主还能多给他点 可惜呢 雇主碰到啊 抠门的啊 这没有也没有办法 碰到谁算谁了 但是我要说说雇主啊 这个雇主不厚道啊 啊 所以 我现在忽然想到 美国牧师 你应该到劳工局去 告他一马 是吧 告什么呀 就告阿贵 血患工厂 欺诈劳工 破虎 地下 美国牧师注意了 要维权啊 要维权 你交的朋友不很多都是维权的吗 这个我跟你讲 现在正用得上 啊 用得上 一定要维权 绝对要维权 百分之百 维权 哎呀 气不过呀 不然的话 我跟你讲 哎呀 不然的话 我们生这么大气 这星期六的 哎呀 真是 实在气不过 你看看啊 一共是收了多少钱呢 啊 我们先听阿贵怎么说吧 哎呀 这个 有的时候吧 不拿点录音出来呀 没用 我们这个 你看 我们先听听阿贵怎么说的 阿贵说的 我在这份啊 给宝胜先生啊 还赖建平先生说 宝胜先生大概 我们才刚才说 付了大概九笔钱 九笔钱 九笔吧 是 多不少 希望宝胜先生收到这个视频 尽快给我们开启你的收据 不开启收据就没办法 我们只能律师函同志你了 因为我们付的钱 如果你不给 不给收据的话 我们就是犯罪 这些都违法不可以的 包括赖天明先生给你付的钱 你收到这个视频呢 看到以后 给我们聊 不能听下去了 不能听下去了 这文贵呢 两点了 一点就是要保证呢 赶紧写收据 不写收据呢 要发什么 律师函 那么我们一样一样来吧 先说是 这个文贵说是一共九笔 但是呢 我今天早晨听啊 这个美国的律师讲呢 这个美国的律师讲呢 不是美国的律师 美国的牧师啊 都是师啊 什么教师 牧师 律师啊 都是 那个 他一共只收到四笔 而且呢 我相信 美国这个牧师说的 这四笔呢 比较靠谱一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 美国的牧师 他是对着上帝说的嘛 你那个文贵 你对着谁说的呀 对着老领导说的 没有一个准心的呀 所以我相信 这四笔 应该是 没有问题 那有人说了 为什么四笔 变成九笔 这你们就是 对文贵不了解嘛 是吧 这个文贵 这个九笔 是有来由的呀 那 你一共收了四笔 对不对 那四笔完了之后 那同时呢 保胜呢 还是要收你 同等数额的 智商税嘛 是吧 那智商税 总要收一点吧 那多少呢 百分之百啊 那四笔 加上四笔 就八笔了 那还有一笔呢 还有一笔 还有个附加税嘛 就附加忽悠税嘛 这一笔是不能忽略的呀 因为 戏弄你嘛 对吧 他调戏费呀 调戏税呀 是吧 调戏 文贵他最后 都是戏弄的是什么呢 戏弄的 他的铁杆的支持者 这一点 我早就下了结论了 而且是接近于 真理的结论 这个在美国牧师身上 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 那么这四笔加起来啊 这个就加起来就九笔了啊 这虽然有点玩笑的成分啊 但是呢 有一点 阿贵这个人的特点 就是喜欢多说 给你一 一般会说五 给你五 说十 给你十 说一百 这是他的套路嘛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是说白了 你都跟了吗 文贵混了吗 一年多了 这个东西你都 你都没掌握好 那实在是说明 对文贵是了解的 还是真是不够 至少没有我够 有的时候我只 有的时候 总是要喜欢吹嘘下自己嘛 因为我对文贵 确实是非常的了解 也非常的理解 哎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直劝导 大家不要拿文贵的钱 拿了以后有附加费的 啊 啊 有其他的税 税税税税税 税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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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的嘛 哎呀 这一下子嘛 税子嘛 连说了好几个 因为税多 嗯 那么现在呢 就是怎么办呢 就是 哎呀 现在呢 就是 这个美国的那个牧师啊 他自己也要总结一下 那以前文贵这些毛病呢 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特别的劝阻 反而呢 我觉得可能在旁边呢 是不能说是拍手称好吧 也是频频赞许啊 至少也是文贵先生 用这些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拉拉队的一个骨干的成员 你看看现在用到你头上了呀 那怎么办呢 那就自认倒霉了 有什么办法呢 是不是 哎呀 还是那句话了嘛 老黄我的话 你们都没听进去嘛 要听进去不至于现在 是这个结局嘛 是不是 哎呀 这个现在呢 我怎么说呢 现在呢就是 文贵不是一直问你们 要什么发票吗 是吧 收据吗 这个估计也是一个陷阱 我是提醒你们一下啊 如果事先文贵 他要你们开收据的 那么那是应该给开 是吧 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呢 我觉得现在还是不开为好 为什么啊 我分析一下 我分析一下 因为2017年的税务报 报税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那如果说你去年收到的这些钱 你没有报税 那完了 那就要出问题了 把柄又掌握在文贵手里了呀 那怎么办呢 那天 如果这个矛盾继续加剧 一下子把你们的资料送到 送到美国税局去 那不傻眼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要防 还是要防 所以呢 我建议啊 矛盾双方呢 找个中间人 不是占有很多吗 也有一些啊 两头都能联系上啊 说上话的人呢 能够再商量一下 能不开呢 最好不开 如果一定要开的话呢 哎呀 可能也要讲点条件啊 那个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讲哪些条件呢 我觉得呢 如果真要开的话 那要给文贵一块算算总账 算什么总账呢 我觉得意思啊 你比如说吧 这个复读费要收吗 哎 文贵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那复读费要收的呀 那不收哪成啊 对不对 哎 这个钱是不能啊 不能少 还有呢 赔疗费啊 那个电话一打过去 几个小时啊 你都要在旁边 不管怎么样听他讲啊 是不是 那赔疗费总要给吧 所以这第二笔也不能少 对吧 还有 呃 我记得美国的牧师呢 是跟好多几十年的战友 这拜了啊 那 这个朋友断交精神损失费要不要啊 要啊 怎么不要呢 我就记得嘛 有一次牧师嘛 来到温哥华之后啊 住在他以前的一个战友那里嘛 哎 后来 为了五一共争 不闹掰了吗 是吧 闹掰之后 我记得牧师是第一时间呢 把这二十多年的老战友给卖了呀 啊 哎呀 说他 嗯 当年八九年的时候啊 历史不清楚啊 是吧 是不是 有没有 在警局啊 被这个 中国的公安啊 啊 这个老虎凳上去 没撑得住啊 把同案给招出来啊 这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嫌疑 还说出人家 啊 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啊 你你你你化名是什么 真名是什么 这些都不是你讲的嘛 虽然你是在文贵面前表了忠心啊 体现了一副啊 可以说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叫文贵的一个铁杆的一个维护者的一个形象了 但是呢 你把朋友卖了呀 以后别人还谁敢跟你交那么朋友啊 二十多年 说卖就卖呀 是吧 这都不行 所以呢 这次我建议你呢 一块把精神损失费给他捞回来啊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一块你说我要开 可以 咱们算算总账 前面说了 这几笔 一笔都不能少 每一笔 我觉得啊 不能再搞什么一百个二百五了 这每一笔 哎 一个手 多少 五万 不能少 这三笔十五万 哎呀 我本来以为你是拿到了这么多钱啊 哎呀 坊间也说了 什么房贷费啊 什么这每月的工资啊 什么的 都都是假的 没给呀 我刚刚说了嘛 你碰上一铁公鸡了 还是著名铁公鸡 所以你是跟错人了 你总以为那下半生有依靠了 搞了一个金主了 是不是 还是你忠厚啊 是吧 你的活没少干 我知道 但是呢 你才拿两百 不是 两百了 一百个二百五 我这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啊 你说说 哎呀 这事吧 这个拿了这两百个 两百二二 不是不是 一百个二百五 就蹦塌成这个样子 我给你算了一下 一共你做了六百个视频啊 每个 每个才四十块钱啊 哎呀 兄弟啊 哪有这么低的价格 你叫以后的人怎么跟文贵玩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叫破行规 啊 你还不如义务干呢 因为你这个两百 两万五千块钱呢 其实自己本钱也有不少在里面 你到纽约什么的 请人吃饭啊 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这个 这个 旅馆费啊 什么的 扣除掉成本 扣除掉一些设备的费用 那剩下 剩下能够支配的钱 估计都不足一百 一余万块钱啦 四个二百五啦 这所以呢 我就说呢 哎呀 这个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而且呢 我也觉得呢 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有点 说不出口啊 掉价了呀 是不是 是哪有那么低的价格呢 是吧 所以我是深深的为美国牧师呢 感到有一点不值 而且呢 我还有一点 我想的就是 事到如今吧 这个美国的牧师呢 好像还对文贵老弟呢 就抱有一丝的幻想 这人到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呀 是不是上帝忘了给你闹钟了呀 哎呀 真是 这有的时候吧 哎呀 我一直在想 文贵千亿人民币的身价啊 他应该折腾这么大一件的事情啊 在民运人士的一些这个头上 他撒下的钱原来说是100亿美元 后来呢 我给他算了一下 才68亿 不是亿啊 68万 那现在根据这个美国牧师的这一番啊 这个账目的公开 那整个就缩水了呀 整个绝对不超过一年半啊 绝对花在民运人士头上的 不管是什么费 跑腿费啊 什么这个这个政治现金说客费啊 还有这些什么设备费啊 全部加起来啊 就目前我们知道的 不超过50万 所以171笔钱啊 应该说是文贵说高了 因为加起来也就是每一笔差不多 也就是3000块钱 那3000块钱呢 在用在保证身上 那正好每一笔确实 2000块钱的有两笔 占了50%了 哈哈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文贵和美国牧师之间的关于钱财方面的纠纷呢 我认为啊 美国的牧师也有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汲取 那么什么呢 我就说了 是不是有些时候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翻了一些不该翻的脸 是不是取了一些不该取的证 这些呢 我觉得都要总结 我们别的不说 就说这翻脸吧 我记得美国牧师曾经和他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位战友啊 都有20多年的这个来往的经历了 然后呢 因为母艺共争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两个人就反目 反目呢 但是美国牧师所表现出来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朋友们 哪有这个样子的呀 啊 半个月前还睡在人家家的房间里 半个月之后就为了为了讨好这个文贵 然后就把这个战友给卖了呀 当然了 也没卖出什么名堂 无非就是说 呦 这个人原来叫什么名字 现在叫什么名字啊 真名叫什么 化名叫什么 他以前在八九年怎么怎么样 这些话其实啊 你讲起来 我们都知道 有些有些比如说 这个用笔名啊 用这笔 这些都知道的事情啊 但是呢 你在那一刻讲起来呢 就像刀一样啊 就像剃刀啊 剃那个肉的刀啊 在撩拨呀 别人内心当中啊 最脆弱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吗 是吧 像我们这些还没有 信主的人都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嘛 所以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啊 这个牧师老弟啊 我是比你吃长几岁 那么有的时候呢 听着你也不要不要生气 就说呢 确实有啊 凡思的空间的 当然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空间 我们就算 共勉吧 我其实在文贵爆料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现象是一直看不下去 这文贵他有三个生日 我们就娶中间的 那么就是啊 四十九岁啊 四十九 那么还没到五十嘛 是吧 那没到五十 他老是把这些跟随他的人呢 就看作自己的孩子 动不动就是对着那些头发已经花白的 看上去 其实年龄最多和文贵相差几岁的 这孩子啊 这孩子还是不错的 这孩子 人家没那么老 这个 不是 人家没那么年轻 你也没那么老 所以呢 文贵有的时候这称呼吧 他有一点像教主跟教徒之间的关系 而且呢 你发现没有 文贵他把自己比作 阴 而且是从太阳下来的阴 那还了得呀 太阳穿过的时候 那几亿度的高温都毫发无损 然后来到人间拯救万众 那是多大的情怀呀 但是呢 跟着这只鹰的是什么呢 叫小蚂蚁 有谁把自己比作小蚂蚁的呀 这小蚂蚁 我们不能说是扁称吧 但至少也不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称谓了 是吧 因为老鼠和蚂蚁都有一个功能嘛 喜欢打动 砖动嘛 你怎么能说成 我们这些为了民主自由 跟随着你的那些战士战友 是小蚂蚁呢 是吧 所以呢 有些当然咯 那些战友啊 蚂蚁们啊 他们觉得能受用 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是呢 借着这个机会吧 我总是希望啊 我们每一个跟随文贵去喜马拉雅的一些战士战友呢 还是需要有最起码的一个奋斗者的一个尊严 能不拿钱的呢 尽量不拿 如果拿了钱之后呢 一定要跟文贵先生呢 有一个这个约法三章 不至于呢 在一旦反目之后呢 出现像今天文贵和美国牧师 这样之间的 让人有一点看笑话的这种局面 好了 我最后呢 我想说一句 颠扑不破的一个 真理吧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 谁支持文贵 谁就是文贵的敌人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 黄河边播报 咱们明天再见